人民币行情持续看好 金融业者根据调查估计 国人有超过两成 已经把人民币当作投资标的 超过两成的客人 目前都持有人民币 然后他也做了很多的分散 然后问他未来六个月内 也有近一半的客人 近五成的客人 国人觉得他有可能是会选择 这个人民币当他一个投资的标的 会怎么样 大陆央行中国人民银行 本月初宣布降息 以刺激经济增长 台湾金融业者预计 短期来看人民币可能贬至 6.38元对亿美元 目前中国的这个物价 是低于一个百分点 所以说这个低通膨 还有刺激经济增长的 这个动作 目前看起来是中国官方 今年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方向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人民币短线 可能还是会处于一个 整理的一个状况 金融业者也指出 美国如果升息 美元会出现获利了结潮 人民币具有高利差优势 以长期持有角度来看 看好投资人布局人民币 中央世界吴敬军 台北采访报导 贵华 完美国不逢 picked什么 都是 禅台不在喝 辣椒 좋